工作人員把拼好的三角形水晶板安放在水晶球上 锁紧螺絲 确保水晶球点灯时既耐高温 又能折射出璀璨的光芒 细细看 没点灯时 水晶球有一个区块折射出来的光线 特别明亮 原来那一区的水晶图案很特别 水晶板的正反两面要烧出同样的花纹 难度不小 整个水晶球2688块水晶 只更换了192片 值得一提的是 过去两年新冠疫情期间 纽约时报广场的跨年倒数即时活动 不是取消了 就是限制参与的人数 如今全面解封 时报广场完全对民众开放 到时候广场又是摩肩接种 全民欢腾的气氛 估计全球将有12亿人目睹水晶球降落的倒数时刻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 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 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 开启小铃铛喔